其实当时发这个朋友圈 前面是还有一句话 被我删掉了 我也担心他会不会 像之前我所认识的一些男生 一样逃开来 他有这么的犹豫吗 他可能太犹豫了 这么的犹豫 两个都好 我来找你玩了 怎么样 心情好 如何 我来找你玩了 行 心情 是吗 为什么要蹲在一起 舒服 你不觉得这种状态很放松吗 我觉得我现在跟你们在一块 已经完全到最放松的状态了 那我也是啊 我的飞就是突然想过来 自己一个人打开的呀 你已经打开了 是呀 那你来之前也没想过 这三十天里会发生什么 我想过啊 我虽然也是抱着说 可能会恋爱的 但是因为我 我已经有点对我自己的 就是恋爱有点绝望了 你知道吗 我其实是很努力地一直 在追寻 自己想要的感情 但是就是 没有成也没有机会 有的是 有的是 很可惜的那种 节目吧 就是 可能也希望和对方 会有下一步的进展 但是对方 不然就 生意了 他就觉得 他只是想保持人的状态而已 可能吧 然后就是 也就一直没有一点爱 好色 呀 苦涩 依母了 那你之前来之前 有没有考虑过真的 有 有可能找到自己 会恋爱的对象 有可能 来之前你有想过有可能啊 那可能性比较小吧 就我就是很被动嘛 你超被动好吧 我就 没见过你这么被动的人 因为我也是很被动的人 就是 能靠近我的都是主动的人 所以说我基本上 也不怎么见过被动的人 然后我现在见被动的人 就哇 长见识 被动的人 原来这么被动啊 原来我就是这样子的 真这样的人讨厌 对 能哥你见晓鸥以后有 心动的女生吗 很明显啊 还问 谁啊 我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看出能哥的 但我有点出乎意料 我一开始以为的不是那个人 对 我一开始以为的也不是那个人 我第一次其实跟某个女生 你感觉就是很多年的朋友的感觉 就是 大家在一起舒服的 多年的朋友 你的整身压心 但我很明白的感觉到这个不是 爱情 你知道吗 就是爱情需要火花 我觉得 明显 我明显 对 就是在第二次的时候 就觉得有那一个moment 但我觉得 so me 就真的是蛮困难的 非常不容易 但是也觉得还蛮幸福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感情的话 就是爱情是有 彷徨 挣扎 我 失落 激动 就像我现在的样子吗 就要五味杂臣 这才叫 才叫爱对吧 但不知道 对方可能不这么想 我没事 我觉得我蛮想什么过程 但是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当然讨厌发朋友圈 我也不知道 该看谁的 我也不知道 该发给谁 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好的 哎呀 其实当时发这个朋友圈前面是 还有一句话被我删掉了 当然是说我还有很多没有告诉你的事情 所以请再给我一些时间吧 我也担心他会不会像 之前我所认识的一些男生 一样逃开来 不要 都会叮住我 不要用手擦 很脏 这样不会滑 知道吧 好 谢谢 我发现我和能能相处的时候 他其实是照顾我的那种类型 预约的花 这给你 什么呀 没难买的 什么时候买的 回来的时候 但是没有杯子了 这我饭了 这我饭了 谢谢 我刚刚预约也就看了 他就是很默默的做沙儿 一个是明显的付出型的 还有一个是默默付出型的 罗河拉不看就很搞笑了 宇悦 少女怀春 哪有少女怀春是这样的 我今天从要发朋友圈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 我不看任何一个人的朋友圈 既然选不出来 那不如都不看好了 还有这么的犹豫吗 他可能太犹豫了 这么的犹豫 两个都好